下一個問題喔 我之前 在推動整個假釋制度的改革 我對於在黑箱裡面 所進行的假釋 掌握了二分之一國家的刑罰權 能不能夠實現這件事情 我事實上有很多的批判 這件事情知識體大 國家一半的刑罰權 能不能夠實現喔 判十年 關了五年以後 符合刑事基本要件 能不能假釋交給委員會來加以審查 之前部長跟我說要推動改革 要確保委員會的獨立性 我的立場很清楚啊 這麼大的刑事刑罰權要不要執行 可以交給幾個人 在黑箱裡面做決定 不用對社會負責 然後讓一些不孝的政客 上下其手 關說假釋 迴避社會的監督 幫那些有權有勢的人亂搞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種體制啊 那當然 我推動 也有一些學者 他們在呼應 希望假釋製助 能夠有整個法院的系統來加以審查 最起碼 要有個公開透明的假釋委員會 這個我之前都講過了 我不贅述 但是我接下來在追的時候 我關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這些貪污的犯罪人 他們犯罪所得 有沒有絞親 這件事情 在假釋的判斷上面 所佔有的分量 所以我發函去請問的矯證署 結果矯證署給我的回覆 是他們不知道耶 那他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 根本沒審酌這件事啊 部長您知道這個狀況嗎 呃 我看到的資料是有審酌啦 很奇怪的 他為什麼回答說他沒有審酌 我不曉得是 就個案 先停一下喔 來 角正署署長 部長說他看到的資料是有審酌 怎麼我問你們 你們說你們沒有審酌 沒有這個資料 是檢察官在執行的 所以是有一些資料 只有部長可以看 然後我問你們 你們就說那個資料不存在 是這樣嗎 跟委員報告 我們 這個是他們那個 追繳的狀況 是由地檢署通知矯證署 至於沒有追繳到的 那當然矯證署沒有辦法請 沒有啊 但是我要問的事情是 這一個人申請假釋 這個貪腐重犯申請假釋 他犯罪所得交回來 有還是沒有 這個矯證署應該有資料啊 有的我們是有啊 對啊 那我跟你們要怎麼跟我說沒有 不是 我們有達戶說有百分之六十幾 是有矯清的嘛 你以後 給我的資料你自己再回去看啊 現在我再問一件事情啊 沒有矯清犯罪所得的貪腐犯 貪污犯 獲得假釋的元素有幾個人 這個資料你們矯證署應該有啊 這個我們再回去再整個再 我發文問了半天 然後回文給我打馬虎眼 今天部長承認說他有看過 然後才說要回去整理給我 我們有矯清的百分之六 部長 貪污犯 沒有矯清犯罪所得 不准假釋 贊不贊成 要看個案啊 因為要審查他的假釋 不是只有這一項而已啦 還有很多項 包括他的犯行 我跟部長報告喔 上次我們在審外醫間條例的黨團協商的時候 我提了一個修正案 沒有僥清犯罪所得的貪腐重犯 沒有資格申請外醫間 據我那天大概是 除了我個人以外 其他黨團的委員 參與協商的 大家都贊成啊 那我現在只問一件事情啊 這些貪污犯 從納稅人的名子名高 污走的錢 沒有交回來 還讓他假釋 這個是什麼行事政策 部長知不支持 我個人支持 但是 你個人支持嘛 沒關係 你代表法務部 你個人支持 這樣就夠了